118 太陽報 機位面對面超尷尬 2015年7月13日國際A24 綜合外電報導 被迫收聽輪坐乘客的旅程計劃 前方乘客將椅背靠後 這些行徑都令不少飛機乘客忍無可忍 法國一間航空設備公司最近為將更多乘客載入客機 竟想出怪招 安排陌生的乘客面對面坐 令乘客機可輕鬆在上多達250名乘客 卻非人人都能接受 法國卓達宇航集團提出的新乘客機設計圖 可見他們安排了倒頭座位 令乘客全程衰面對面坐 設計掩餘俄羅斯方塊 乘客彼此間不僅會顯得尷尬 更被迫將對方食箱及誰知盡收眼底 料不受歡迎暢達宇航集團稱 該總座位設計為短途機度身訂造 可令每架客機增加35至40個機位 他們更堅稱 雖然乘客雙腳的活動空間變窄 肩膀及手掌的活動空間會變得寬闊 評論指 雖然該設計畫會方便三人行的乘客聊天 對於獨行旅客而言則會非常尷尬 更清相信大部分人均不願意以這處境作代 援取堅守有較闊落的空間 即使用人之間的屯尿 雖然 請雖然 雖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